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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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个地方 想要探一下耶稣的底 那他们可能刚好看到 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 那刚好是他们宗教 里面的一个规范 所以觉得可以用这个来质疑耶稣 但是耶稣也知道他们的想法 他并没有回答他们所问的 反而直接的指出 他们违反神的诫命的问题 耶稣在这里举出的是 十诫中的孝敬父母的诫命 而且他特别提到 神对那些咒骂父母的是要严惩的 在神的律法里面是这样规定的 但法利赛人反而在他们的 对律法的解释跟规定中 他提出任何人说 这本来是要孝敬父母的钱 你只要说我把他拿去做贡献了 贡献就是说你把他献给神了 你只要说我把他拿去奉献给神了 在法利赛人的规定说 你就可以不需要再去奉养父母了 你就可以不需要再去孝敬父母了 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 你奉献给神的钱 那是可以凭着你自己的一个心意 钱多钱少是没有一定的 但是你今天奉养给父母的钱 是很实际的一个花费 对不对 是很实际的一个花费 父母的吃喝 你需要去奉养的时候 是很实际的一个花费 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 人大可以利用法利赛人的规定 他躲在一个宗教的一个外衣底下 我拿去奉献给神了 看起来好像很尽钱 但是却逃避了去奉养父母的责任 而且神看重的是 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神会希望我们把钱拿去 好像说要奉给他 但是实际上却任凭自己的父母 哎呃吗 我相信这绝不会是神的心意的 所以你知道耶稣在这边就指出 他们看似一个宗教上的敬钱 看似宗教上的敬钱 实际上却已经废了神的诫命 也就是他们不看重上帝所看重的 讲到这个有关孝敬父母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华人也有类似的一种状况 你知道在论语里面 曾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们也很熟悉 叫圣宗追远 圣宗追远明德后归矣 一般人的解释是说 就是曾子提到当父母在寿终的时候 我们那个礼仪要做得很隆重 要对远代的祖先 我们要很尽 要诚心的去追念 这样子就能够使社会的风俗 归于一个后道 但是学者实际上在网络上去查 有这样的 他们就评论说 这样的解释 如果说社会风俗道德 就因为你可以把上帝弄得很隆重 整个社会的风俗就可以归于后道 他说这是不会这样 反而更加的堕落 你看现在很多社会上人就是这样 在父母生前的时候 没有好好去尽孝道 孝敬父母 等到父母死之后 就把上帝弄得很奢华很铺张 那实际上是做面子 是为自己在那边做面子而已 并不是真的一个孝敬父母 所以这样的一个想法下 社会的风俗是不可能走向一个后道的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 事实上也曲解了 那个孝敬父母的意义 而慎重追远 明德后归于 学者的评论认为真正的意思 应该是我们做事 要慎重地去思考将来的结果 眼光也要看远 不要去贪眼前的利益 当人如果这样做的时候 社会的风俗 道德也就自然归于后道了 所以如果将这句话应用在孝敬父母上来看 比较适合的解释应该是 做儿女的时候要想到当父母受终的时候 怎么样来追念父母的养育之恩 以及去追念祖先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 可以活出一个好的品格 在现在这个时刻就可以去好好的孝顺父母 才不会去羞辱父母跟祖先 所以你看到不管是法利塞人 或是我们华人的社会 我们很容易都会想用一些仪式 一些宗教上的外在的仪式 一些敬钱来取代真实的孝敬父母 甚至去扭曲了神的心意 所以耶稣对这件事情 他怎么教导的 我们接下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也一起来念 在投影片上有 请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彼得对耶稣说 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 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凡入口的是印到肚子里 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 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狗合 偷盗 妄证 磅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却不污秽人 所以耶稣在这边要告诉我们 人的败坏污秽 事实上是从内心开始的 是内心自私的想法 耶稣不是鼓励说 大家不要去洗手吃饭 这个要和耶稣 对法利赛人的指责连在一起看 耶稣要强调的是 法利赛人的教导偏差了 一个人洗不洗手 最多只是你身体健康的问题 但是不会去污秽到一个人的心灵 但是当人的内心 因着自私的态度 充满着各样的污秽的想法的时候 就会去败坏这个人 就会去败坏这个人 而且会在适当的时间跟空间之下 仍旧会产生出败坏的行动 去做出一些得罪神伤害人的行动 而今天法利赛人竟然容许人用一些外在的规条 去将自己内心的败坏的思想合理化 把钱拿去奉献给神 就不用去尽奉养父母的义务了 这样一种好像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一样 你想想看神的律法 神的诫命 本来的目的是要什么 是要帮助人远离犯罪 对吗 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 但是在这里看到法利赛人的规定 却帮助人犯罪 还犯了一个理直气壮 那是从人的内心就开始败坏 人内心的一个自私的想法 就开始远离神了 你看这看我们的社会的现况 有一些也是很类似的 比如说你看到社会上有人提出修法 要把通奸怎样 除罪化 对吗 想要把通奸除罪化 就想到他们的理由可能是 你既然避免不了 那干脆就废止 你立那个法在那边干什么呢 或是说感情 今天没有办法用刑罚来维持这些 好像讲起来听起来蛮合理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律法事实上是一个道德的底线 律法必须要去显明那个罪出来 必须要显明罪 如果今天因为律法没办法遏止 就要废掉 这个逻辑是很奇怪的 那今天如果杀人罪也定了 还是会有杀人 难道我们要把杀人罪给废掉吗 并不是这样啊 律法是要显明罪的 而且婚姻本身是一种盟约的关系 也不是只有感情这件事情而已 本来就有一些义务跟责任的存在 但是你看到人内心的败坏 就想要让自己的行为可以合理化 另外你也看到在一些地方 现在有设置一些针头贩卖机 我不知道你们看新闻有没有看到 他是说为了怕吸毒者 共用针头容易造成艾滋病的传染 可是一个针头贩卖机设立在那边 就让任何人包含小学生 都可以很轻易地取得那个针头 使得尝试毒品事实上是变得更容易了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并没有解决 只是让整个社会更习惯 那个罪恶的一个状况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是 人内心的自私的败坏 去让一些行为合理化的一些做法 那耶稣他毫不客气地指出 这是人内心的问题 从人内心开始这样败坏 于是接下来我们看到 耶稣他准备跟 他就发生了 他要去跟迦南妇人相遇的事 这一段经文我们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念 请 耶稣离开那里 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有一个迦南妇人 从那地方出来 喊着说 主啊 大魏的子孙 可怜我 我女儿被鬼附得胜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 门徒进前来求她说 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 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 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她说 主啊 请帮助我 她回答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耶稣在指出 法利赛人的问题之后 法利赛人因为不符 耶稣所讲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就选择 他先暂时的退开 他来到推罗西顿 那是在以色列的北方 那是一个都是住着 外邦人的地方 那边都不太有 什么犹太人 或以色列人在那边居住 所以他不要跟他们去起冲突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 耶稣当然知道 接下来他会遇见 迦南妇人的事 他事实上就是刻意的 要去找这个迦南妇人 那这个在住在 推罗西顿境内的迦南妇人 她肯定不是犹太人 所以她的信仰 一定是当地的传统的信仰 要不然就是那时候 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 是一个希腊罗马的 一个多神信仰 那她的女儿在这边 我们看到 遇到一个棘手的状况 圣经上说 她被鬼附得很苦 也许她的生活 已经完全被挟制了 甚至可能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了 所以你看 那个迦南妇人 还是自己来找耶稣 她连她的女儿 也没办法一起带过来 那我们可以去想见 这个迦南妇人 应该之前 已经去寻求 她原来信仰中的那些神明了 对不对 应该是该拜的 她都拜过了 一定是没有任何的改善 那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候 她突然听到有人说 最近有一位 从加利利来的一代 来的一个很有名的犹太人 来到这个地方 有传说她好像是 古代的先知复活 这个人非常的有能力 很多人的疾病 都得到了医治了 乌鬼也被赶出来了 迦南妇人听见了说 当然不会放过 这是一个最后的希望 最后的一丝希望 所以迦南妇人就赶快的 去找耶稣 她一遇见耶稣 就赶紧喊了说 主啊 大卫的子孙 因为她是犹太人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 我女儿被鬼付得胜苦 她就向耶稣来哀求 求耶稣可以来医治 但是很奇怪 耶稣对这个妇人喊叫的反应 圣经上怎么说 是什么 一言不答 对吗 就是她一句话都不讲 就自己在那边走 任凭那个妇人 在她后面不断地喊叫 喊到门徒 都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都来找耶稣说 耶稣啊 你好歹 去跟她讲一下话 对不对 你好歹对这个妇人讲一下话 可能为她伸手 为她祷告一下 不然她在后面 这样一直叫 这很麻烦 连门徒都已经受不了 说求耶稣来打发 让这个妇人走吧 可是耶稣接下来怎么说 耶稣竟然说 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 那耶稣的意思竟然是 意思是说 他服侍的对象 只限以色列人 只限以色列人而已 所以这个妇人并不是 所以这个妇人的事情 不关他的事 就是这个意思 简单讲 就是妇人的事情 不关他的事 耶稣的回答还真绝 你会觉得很绝 好像跟耶稣平常 遇见有人来求她 医病赶鬼 耶稣就去医治 那个好像不太一样 好像那种感觉是 不太一样的 可是这个妇人 有没有死心 没有死心 对不对 她还是继续在 耶稣的后头叫 甚至她直接来拜耶稣 正义上说 她来拜耶稣 还对她说 又称耶稣为主 她说主啊 帮助我 我们可以去想说 一个人她今天愿意来 拜耶稣 求主帮助 还称呼耶稣为主 这样好不好啊 很好啊 这样称呼耶稣为主 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竟然说什么 不好拿儿女的饼 给狗吃 不好拿儿女的饼 给狗吃 耶稣的比喻 那个是不是很明显 他在比喻什么 他说如果将以色列人 比作他的儿女 在这边 他是把迦南妇人 比作什么了 狗了对吗 他把迦南妇人 比作狗了 这个已经是在侮辱人了 对吗 如果在现代 你已经可以告他 公然侮辱罪了 对不对 都有人在旁边听到 你可以去告公然侮辱罪了 那我们要去思想一下 耶稣为什么 要用这样的态度 来对待这个妇人呢 耶稣为什么 要用这个态度 来对待这个妇人呢 我想 这个跟迦南妇人的背景 有关的 一定是跟他的背景 是有关的 耶稣前面 对法利赛人的指责 以及对门徒的教导 都让我们看到 人的问题 不是在于你外在的 什么规条 什么行为 而是从什么地方开始 从内心开始败坏 对吗 是从人的内心开始败坏 而人内心的败坏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从人的自私的一个心态 开始产生 人的自私 就是人以自我为中心 首先就是 背逆了和拒绝了 创造我们的上帝 他背逆跟拒绝了 创造我们的上帝 不按着他所定的一个次序来生活 而是以自我为中心 自以为是的 想要去掌控跟主导 这就是人内心败坏 首先发生的事情 我们拒绝了那位 创造我们的上帝 我们不按着他的次序来生活 我们想要自己来掌控跟主导 那接下来就引发的是 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冲突 增进跟各种负面的思想 因为简单讲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 以他为自我中心来生活 这样会不会起冲突啊 会啊 人跟人之间 就会有很多增进比较 而这种自私 背逆神的心态 事实上就是圣经中 所告诉我们的罪 就是圣经中 所告诉我们的罪 而迦南妇人 在他的传统信仰习俗中 我们知道他一定是 拜着各种各样的神明 虽然可能表面上 看起来是很虔诚 可是我们要知道 这种背后的心态 仍然是一种自私 跟背逆上帝的态度 这跟我们的传统信仰 有些地方是类似的 你知道在我们传统信仰中 我们通常去求神拜佛 我们是希望怎样 求神明怎样 帮忙解决 我们眼前的问题 对吗 你都是有一些问题发生 你想要求神明 帮忙去解决 去指引方向 但是事实上 我们内心 仍然是想要自己去 掌控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你就会发现 我们在以前去拜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选择啊 会啊 你听说哪里灵 就会怎样 就会去哪里拜 对吗 你听说哪里灵 就会去哪里拜 对不对 那个张牧师他也讲过 他那时候 曾经去信主前 去拜过那个什么 十八王公庙 对不对 还半夜骑着机车 听说那边很灵验去拜 就听到哪边灵 就去哪边拜 所以你知道 我们跟神明之间的关系 是建立在 它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上 所以当以前在六合彩 或是大家乐风靡的时候 你新闻报道 有没有看过那种 弱难的神像 对吗 有那种弱难的神像 那发生什么事 就是有人去拜 要跟他求那个名牌 求那个中奖的号码 结果实际开奖的时候 没有中 他就把那个神像 拿去泄愤 对吗 把那个神像 拿去泄愤去丢掉 就会有这样一个事情 你就看到实际上 他是建立在 那个神明能不能满足我 如果今天不能满足我 我甚至会对他泄愤 如果听到有哪边 更灵的 我就跑去哪边拜 你去思想 那个里面的想法 仍然是 但是想要自己去掌控 自己的人生 或者我们可以 从另外一个现象 也可以看出 这样一种心态 就是我们传统上 拜神明 跟我们平常的生活 是可以分开的 对吗 他跟我们平常的生活 是可以分开的 很多人拜归拜 打老婆怎样 走打 骂小孩呢 走骂 对不对 做生意呢 照样昧着良心 可能神坛就在旁边 他照样可以 照样昧着良心 来做生意 对吗 所以你知道 我们有一句话 虽然叫 华人有一句话叫做 举头三尺有神明 可是圣经上 把人性讲得更透彻 说什么 人心比万物 都怎样 更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试透呢 所以要知道 耶稣看起来 为什么他要对 这个迦南妇人 讲这样绝情 好像很冷漠的话 一定是有他的用意的 那个迦南妇人 来求耶稣 也是来求耶稣 来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来求耶稣 来医治他 被鬼妇的女儿 但是今天对耶稣来说 他不只是要救他的女儿 他更是要拯救他的生命 阿们吗 耶稣不只是要解决你的问题 耶稣是要拯救我们的生命 阿们吗 这才是重点 耶稣是要拯救我们的生命 所以耶稣这边故意用一个比喻 将迦南妇人比喻得像一条狗一样 好像是低人一等的 他事实上就是要这位迦南妇人去思想 眼前你今天来求的这一位 不是只是像你之前在那边拜拜 求的那所拜的又一位神明而已 你只是期待他帮你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已 不只是这样 你必须要能真心的承认 耶稣是那位掌管他生命至高的主 那我们看这个妇人怎么回应呢 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那个投影片上也有 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听到有人是这样回答你说 我那个主人那个狗 女儿的那个饼不好给狗吃 你听到这话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可能会气得要命 甚至当场就呛耶稣 可能当场你就回头就走了 对不对 可是你看 这个妇人的回答很不一样 她是不是好像认同耶稣所讲的 她认同耶稣所讲 而且她还说 狗也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睡渣 你看妇人好像觉得 如果我今天是站在主人的狗的那个角度来看 我更有理由求耶稣帮助了 对吗 她好像觉得我更有理由求帮助 因为那个狗都会吃 那个主人桌上掉下来睡渣 我更有理由吃到 一定可以吃到 就如同狗会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那个食物的睡渣一样 这个嘉男妇人为何会有这样的一个回答呢 我想当这个妇人听到耶稣用狗的比喻来回答她的时候 她里面一开始是怎么想的 她里面刚开始应该也是有点错愕 怎么耶稣这样来回答我 但也许她开始想到有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 她听到有人告诉她说 听说耶稣不久前 才在加利那一带 她用五个饼 两条鱼 喂饱了将近一万多人 妇女 小孩加成人 有一万多人那么多 而且最后还有鱼 还多装了十二个篮子 这是何等大的神迹 从五个饼 两条鱼 最后还可以喂饱了一万人以后 还可以剩下装满十二个篮子 这种无中生有的神迹 是何等大的神迹 而且听说耶稣还医治了各样的疾病 包含大麻风 那个在当时已经是绝症了 对吗 耶稣都医治了 而且还开了瞎子的眼睛 让那个哑巴能说话 让龙子能听见 甚至让那个瘫子 已经很久几十年不能动的瘫子 还可以起来行走 甚至他还让死人复活 而且听说耶稣 他能够将人身上的污鬼赶出 而且耶稣在赶的时候 需不需要做很多仪式动作 不用耶 他用一句话一吩咐 那个污鬼就离开了 嘉然妇人开始想到 别人告诉他的这些 耶稣所行的事情的时候 这些种种的神迹 当他在思想的时候 他想说这些神迹都显示着 耶稣是不是有极大的权柄跟能力 他是有很大的权柄跟能力 和他之前所拜的神明 是完全的不一样 而且现在这位耶稣 还是活生生的在他面前 对吗 还是就在他面前的耶 所以如果说 他是掌管生命的主 是我跟我女儿 唯一拯救的盼望跟希望 这并不为过啊 嘉然妇人想说 没有错 如果他真的是这么有能力 哇 他是我唯一的盼望 他是我的主 这不为过啊 如果他是有这么大的能力 今天只要他讲一句话 我的女儿就可以得救了 就算我是他的一条狗 有没有关系啊 搞不好这嘉然妇人说 我还希望我真是他的一条狗耶 因为狗主人会照顾嘛 对不对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自己在那边拜来拜去 结果我的生命 我这么没有盼望 我的女儿被鬼附得这么苦 如果我今天我的女儿 我跟我的女儿 都是他家的一条狗 哇 搞不好还可以得到主人的保护 对吗 搞不好还可以得到主人保护 绝对比现在还好啊 所以你知道当这个嘉然的妇人 他把他的眼光定睛在 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上的时候 在那个思绪快速转动中 他反而有了一个突破的信心 也就是耶稣是大有能力的主 我跟他相比 的确我就像一条狗 但就算是狗 只要得着那个睡渣的恩典 都已经非常的足够了 哇 妇人想到说没有错 我就是要得着那睡渣的恩典 所以耶稣就顺着 那个嘉然妇人就顺着耶稣的话 做出了一个信心的宣告说 主啊 不错 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 掉下来的睡渣 你知道当他愿意去宣告出来的时候 当他愿意去讲出来的时候 这个嘉然妇人 等于就是他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耶稣就是那位主嘛 对吗 他就等于是做了这样一个宣告 耶稣绝对不是只是 他以前所拜的众生命中的 那样一位而已 而是那位至高的主 是他唯一的救主 这是嘉然妇人的一个信心的宣告 而嘉然妇人的宣告 耶稣有没有认同 有啊 耶稣是认同的 因此耶稣说 妇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你看 不只是这样 就是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 奇迹就发生了 圣经上告诉我们 当就在耶稣讲话的同时 这个嘉然妇人的女儿 也就好起来嘛 对不对 他没有在现场 就是只是他讲了这句话 他的女儿就好了 这是耶稣连他女儿都还没见到 就赶出了在他女儿身上的乌鬼 只是单单借着他对妇人讲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思想一下 为什么这个嘉然妇人的女儿 甚至不用到现场 只凭着妇人信心的宣告 跟借着耶稣的话语 就可以得着释放 所以很可能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 这个乌鬼之所以可以附着在他的女儿身上 跟这个妇人本身可能就有密切的关系 对吗 可能本身就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也许可以大胆的假设 正是因为这个妇人在他过去 所拜的那些偶像的过程当中 让乌鬼得着 入侵他女儿的一个权柄 所以乌鬼就借着他所做过的一些事情 也许是这个嘉然妇人 所做过的一些敬拜的偶像的一些仪式 让乌鬼可以借着这个母亲 附在他女儿身上 所以当这个嘉然妇人承认 耶稣是主的时候 同时也断开了那个乌鬼 在他跟他女儿身上的权柄 也就没有办法再挟制 再捆绑他的女儿 所以当耶稣的话语一出 乌鬼就只能离开 你知道耶稣一定是完全清楚 这个属灵的状况 所以他一开始就锁定挑战这位妇人 去挑战他能够去认清 去承认耶稣是独一的主 是至高的救主 你知道我前不久 才和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弟兄 在那边聊天 我就在跟他谈信仰的事情 他就告诉我说 他觉得信仰大概都大同小异 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 差别只是在所败的不同 对不对 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好像有点道理 只是在所败的神明不同 只是基本这个都是在劝人为善 我先不就这一个 只是劝人为善这一点去跟他讨论 我就告诉他 光所败的这一点不同来讲 我们所败的到底是哪一位 有没有差别 有啊 可是有着决定性的差别 如果你今天所败的 只是一个心灵寄托 只是纯粹的一个心灵寄托 或者只是一位生前 做了一些好事的人 死后被人当成神明来拜 你只是去拜这样子 那当然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因为他不会是个人 死了被你当成神来拜 那当然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或他只是一个心灵寄托 让你觉得稍微有点心安 那当然什么都不会发生 你的生命也不会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这一位 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 是四下生命气息的主 他的话语跟权柄满有能力 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计划都在他手里 如果我们今天所拜的是 这样的一位主的话 那他对我们的人生 就不是可有可无了 他对我们的人生 绝对不是可有可无 而是能够带来 决定性的一个改变 甚至我们可以说 如果我们的生命远离了 这位创造我们的主 我们的生命 也就同时的失去了 方向跟意义 阿们吗 也就同时的失去方向跟意义 而且这样一位 大有能力 超乎一切之上的主 事实上就如同 迦南夫人所宣告的 即便他给我们 只是像一个 睡渣一样的恩典 都足够 绝对的足够 解决我们生命中 任何的难题 不管今天是 你的工作上的困难 今天是你家庭上的困难 今天是你跟人际关系上 出了一些问题 不管什么样的困难 结果你生了病的困难 只要这位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 示下那睡渣的恩典 你生命中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得到解决 同意的人说阿们 真的是这样 对吗 这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主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主耶稣的眼中 绝对不是被当成狗 一样来看待 主耶稣没有大小眼 特别爱哪些人 或特别爱哪另外一些人 不是这样的 当主耶稣称赞 迦南夫人的信心 赶出附在他女儿身上的污鬼之后 耶稣又回到加利利海边 我们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 请 有一堆人把一堆生病的 带来给耶稣医治 这些人里面 一定也有一些是外族人 对吗 所以你看他最后特别强调 是归荣耀给谁 给以色列的神 对不对 他特别强调以色列的神 所以代表来医治 寻求医治的 里面也有一定是 有一些很多是外族人 有哑巴的 有瘸腿的 有残疾 各样的疾病 但是耶稣最后 有没有去 因为你是外族人 不医治 有这样吗 耶稣全部都医治了 所以大家最后 就只能归荣耀 给以色列的神 你知道重点是什么 在耶稣的眼中 他有区分国籍吗 是没有区分国籍的 因为都是 这位独一的真神 所创造的 在耶稣的眼中 只有生病的 跟健康的区分 只有思上的 跟得拯救的区分 所以今天主耶稣 会来到推罗西顿 这个外族人的地方 他就是特意的 要与这位迦南的妇人相遇 他要借着这个相遇的过程 他要借着迦南妇人 信心的宣告 他要向所有的人 显明一个真理 任何人 不管你之前的景况如何 不管你之前 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不管你之前的学籍 经历地位怎么样 任何人 不管你之前的景况如何 只要你今天愿意 打从心底 相信耶稣是那位 独一的主跟救主的 你的生命 都可以得到拯救 你的生命 都可以被翻转过来 你的问题 都可以遇见这位主之后 能够被彻底的翻转 真正可以脱离 那魔鬼的辖子 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 为何他要成为一个人 来到世上 忍受人所经历的 正是因为他爱我们 圣经上说 人子来 是为要寻找 拯救世上的人 他不是坐在高天之上 在那边享受 不知道人间的疾苦 相反的 他正是不忍心 他所创造的人 在罪恶当中 迈向灭亡 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 他以人的样式 向我们来传达 神国的真理 借着神迹奇事 来彰显 他的慈爱跟怜悯 见证他所讲的道 更重要的是 他还为了我们的罪 上了当时最残酷的 刑罚十字架 就是要用他的生命 来代替我们 这就好像圣经上 哥罗西书这段经文 所讲的 我们一起来念 请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主耶稣恢复了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他要带给每一个 相信他的人 真正的平安与盼望 我们一起起立 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从来不曾怀疑过 到底你有多么爱我 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都有你看顾着我 有的时候黑暗铃铛 有的时候巨浪狂风 我心里然满游平安 因为有你看顾我 我的主 不关系你大路 有多困苦 耶稣你永远是我的帮助 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永远看顾 我必能一路 永远看随我的帮助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透过今天的信息 跟刚才一开始 凯庚弟兄的见证 对你是不是有一些提醒 你知道我们听别人的见证 都很简单 但是短短几分钟的一个见证 却是凯庚弟兄 他生命刚才讲 他十多年来的一个 挣扎跟改变的历程 对吗 那是十多年 那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我们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不断地在那边空转打转 凯庚弟兄和刚才信息里面 我讲到那位嘉南的妇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遇见了耶稣 或者更精确地说是 耶稣找到了他们 而他们都没有错失 这次的机会 愿意将原本只是想要找答案 想要快速解决问题的心 转变成降服耶稣 承认耶稣是主的一个心 你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的转变 他们的问题不仅解决了 他们的生命也完全地改变了 阿们吗 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 嘉南妇人女儿被医治了 好了起来 我相信嘉南妇人也成了在 那个推罗西顿那个外邦的地区 一个信主的一个见证 而凯庚弟兄 他也从一个逃避责任 逃避压力 甚至因此患了忧郁症的人 他可以从他失败的地方 重新地站立起来 他的家庭关系也得到了恢复 那个忧郁症的病也几乎都痊愈了 你知道我们解决问题只是一时的 但生命的改变跟恢复才是真正长远的祝福 生命的改变跟恢复才是真正长远的祝福 而这一切都是从相信耶稣开始 都是从相信耶稣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相信有一位上帝 是创造了宇宙天地万物 包含你我吗 你愿意相信你所敬拜的是谁 对你的人生又可以产生那关键性的影响吗 那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而是真正关系到我们人生的价值跟意义 你到底是从哪里来 你又要往何处去 你所做的到底是为何而忙碌呢 有人可能会跟我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就好像我还没信主前也是这样 我没有去拜任何的神明 可是事实上你只是在敬拜其他的东西 你可能是敬拜金钱 敬拜权利 甚至可能是在敬拜你自己 事实上我所问的问题 是每个人都必须诚实面对 否则我们的人生可能只是在那边空转跟瞎忙而已 如果今天我们都愿意相信上帝创造了你我 他在你我生命当中有一个独特的计划 每个人的受造都是有意义的 但可因着罪的缘故 我们偏离了上帝的旨意 我们不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主 在这个世界当中挣扎跟漂流 但是今天耶稣带来的好消息是 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阿们吗 就从凯根在他见证当中所提到的 永远有一个盼望在那里 他拆拜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 耶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 用他的生命来和我们交换 他要把我们从那个罪恶当中的深渊当中给拯救出来 他要带领我们回到一个正确的生命的次序底下 承认耶稣是主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去经历一个全新的改变 耶稣说盗贼来 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要对在我们当中 可能有一些还没有承认耶稣是主 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 发出一个邀请 好不好 我们每个人把我们的眼睛闭上 我相信你今天不管什么原因来到这里 都是有上帝美好的旨意 今天借着这个讯息 借着这个聚会 耶稣正在寻找你 好不好 给你自己一个生命改变的机会 去突破 我不知道现在是你生命中哪一部分 所显现出来的一个虚空的一个光景 一个绝望的光景 如果主耶稣是那位四下生命气息的主 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主 你的心里也渴望像那位迦南妇人一样 发出呐喊说 是的主 就算是睡渣的恩典我也要 就算是睡渣的恩典绝对够我用 如果你今天是这样的人 好不好 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 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的 你渴望去领受 从耶稣所示下那睡渣的恩典的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邀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用这个动作来表达你内心的相信 我们大家再把眼睛闭上 这无关顾到跟别人的看法 而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 你今天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个突破 愿意相信耶稣的人 当我数到三 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要开始数了 一 二 三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看到了前面后面都有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把你的手勇敢的举起来 这无关乎别人 而是你跟神的关系 是你愿意回到那位创造你的主的底下 你愿意像那个嘉南妇人一样说 主啊求你来拯救我 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看到好多人把手举起来 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阿们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陪着这些朋友来祷告 那些举手的 或是你刚才不好意思举手 但是你内心一样有这样的渴望的 当我来祷告 我念一句的时候 请各位一起来跟我念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知道我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 我知道我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 我过去的生命 我过去的生命 在一个痛苦当中打转 在一个痛苦当中打转 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 但是我今天愿意相信 但是我今天愿意相信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是独一的真神 是独一的真神 是赐下生命的主 是赐下生命的主 祂来寻找我 祂来寻找我 要给我的人生带来盼望 要给我的人生带来盼望 这位大有能力的主 祂的恩典绝对够我 祂的恩典绝对够我 我要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 我要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 发出信心的宣告 发出信心的宣告 我要打开我的心 我要打开我的心 邀请耶稣基督 邀请耶稣基督 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 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那睡渣的恩典 那睡渣的恩典 我也要 我也要 谢谢主 谢谢主 我这样子祷告 我这样子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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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的名求 恩典的名求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弟兄姐妹 我们也为你自己来祷告 你可能已经信主了 你可能已经信主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耶稣 你信耶稣不是你的人生 就只是过得很可怜 仅仅得救而已 这不是耶稣的心意 我不知道你现在生命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你会不会常常在思想 那些困难 把那些困难看得好大 看得好大 好困难 你觉得可能没有人 能够帮你解决 就算是耶稣 如果他没有全心的 来帮你解决 可能也解决不了 以至于你连祷告 都已经持不上力了 今天我希望你要回到 敬仰的起初的原点 就像那个迦南夫人 所发出的宣告一样 他是那位生命大 施下生命气息的主 他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主 今天如果他愿意 施下一个 够用一个睡渣的恩典 你的工作上的难题 一定可以解决 你的家庭的难题 一定可以解决 重点是你要相信他 你要发出那信心的宣告 好不好 我们数到三 为你自己的困难来祷告 你要看着 你不要定心在那个困难上 你要思想耶稣基督 他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主 你要像迦南夫人一样 发出呼喊说 主啊 那睡渣的恩典我也要 主啊 我的工作上 我要你睡渣的恩典 主啊 我的家庭 我要你睡渣的恩典 主啊 求你来回复 改变我的家庭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不要只是过一个 仅仅得救的生活 主啊 你应许是要我们 得胜有余 阿们 主啊 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 二 三 开口来祷告 主啊 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带到你的面前 把我们的困难带到你的面前 把我们的困难带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自己软弱 主啊 让我们相信 你的恩典给我们用 主啊 让你那个睡渣的恩典 给我们用 主啊 我们的工作上 要你睡渣的恩典 主啊 我们家庭上 我们要你睡渣的恩典 主啊 我们在一切的困难上 都要你睡渣的恩典 主啊 你要睡渣的恩典 就可以翻转我们的人生 主啊 我们不是只是过着一个 亲近得救的生活 主啊 你允许我们生命要更丰盛 我们要得胜有余 主啊 求你来带领我们 把我们里面的小信拿走 让我们回到那个最起初的信心 让我们回到像那个迦南夫人一样 单纯的信心 我们就是信靠你 就是仰望你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谢谢主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的名字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主啊 你这位大有能力的主 施加生命气息的主 绝道成肉身来世上寻找我们 用你自己的生命跟我们交换 主啊 让我们在那个绝望当中 我们都相信我们可以活出一个 有盼望的人生 我们都要像迦南夫人一样 发出那信心的呼喊 主啊 那睡渣的恩典我们要 而且我们每天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啊 让我们活出一个得胜有余的人生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 封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